在228连续假期当中 总统马英九专程到了马祖 出席最后一场卸票活动 在这边呢 马总统也在开支票 他强调说 要改善马祖地区的交通 政府已经编列了14.3亿元的预算 要打造新的台马轮 103年就可以交船了 而未来也会积极的建设马祖 打造成东海上的一颗明珠 总统好 总统好 顶着寒风跟低温 马总统特地到马祖谢票 除了参拜地方上知名的庙宇 也没忘了品尝一下 当地最夯的小吃 这是我们做月子吃的 要补啊 我们就是最近 有新开发的五行地瓜屌 今天也要请总统品尝一下 你看这样吧 我的晚饭也准备 就算是坐月子吃的 马总统依然吃得津津有味 因为这碗面线可是大有学问 不但汤头是用马祖老酒熬制 还有用红麴来入味 健康又好吃 让马总统一口气连吃两碗 美食加上美景的魅力 马总统都无法当 我个人来马祖大概有20多次 每一次都觉得 马祖的占地的景象 是他最大的观光资源 如果能够火山开发的话 这一个最尔小岛的 可以成为我们东海上的一个母株 要把马祖打造成观光胜地 马总统不是开空投支票 首先要改善的就是交通建设 国澳白沙港已经纳入两岸直行港口 去年辅助独立岛的经费 有1亿600万元 台马轮这个案总算定案了 14.3亿元 已经开始在建造的过程 改善交通增加补助 马总统又让马祖从以往的前线战地 慢慢转型成为观光胜地 民事新闻 蔡梦玉 蔡路人 他不走